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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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同一栋楼 应该遇不到顾云震吧 要是能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 你好 我想挂一个精神心理课 李宗盛医生的 好的 请稍等啊 不好意思 女士 帮您探论一下 李医生的号今天约满了 帮您约到周五上午可以吗 好的 谢谢 好 好 帮您预约好了 下一个 您好 顾医生 李医生 这里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希望你自撞 哦 我懂了 顾医生 那以后我在院内好上班 愿外我再好好追你 是我说得不够清楚吗 李医生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也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但是总之 我们两个没有可能 我的目的很明确 你的智商一百四十五 我智商一百四 数据证明我们俩不仅可能 而且是完美的结合 我没有任何的家族遗传病史 我们的下一代 一定会是遗传基因的天花板 刚生下来就拿到一首好牌 还有什么 比这更幸运的呢 按照你的理论 我觉得你应该去基因库 找你的另一半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 比我优秀的基因多得适 如果要是逼不得已的话 这也是一个解决方式 可是现在呢 老天让我遇到了你 我就不会白白浪费这个机会 你不觉得两个优秀基因 是对人类进化的贡献吗 我觉得我们俩在这里讨论基因 完全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顾云生 我给你时间好好想一想 你没有理由拒绝我 而且我们的下一代 一定会是遗传基因的天花板 刚生下来就拿到一首好牌 还有什么 我就更幸运的呢 活着都已经很难了 有什么资格带来接 嗨 发什么单啊 你看那个女孩 好看吗 哪个 穿皮衣那个 好看啊 我是个女的 我都想让她微信里 怎么了 你说要是一个 哈佛的医学博士 长成这样 是不是没有男人不喜欢 这样的大美女 就算不是哈佛博士 也没有男人会拒绝的 他们俩站在一起 确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看着一看 对 你还是不觉得 你得着 证明 你不着呢 我看你 那你多了 我看你 你快想你 你快快点 就当他们是大白菜 跳着跳着就会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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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不开心 你去找方明凡吧 没事 不用管他 他现在被我拿得死死的 招着节挥之急去 他也是一个正常人 有烦恼 有尊严 什么意思啊 方明凡他移情别恋了 怎么可能 他就上脑门上刻的 名画有主四个字了 你看 这条我怎么没见过 你看我的 还真是 他现在把我给屏蔽了 小太阳也有被乌云遮盖一天 多陪陪他吧 嗯 因为我看电影 他就是要追我呢 还是要 追我呢 还是要追我呢 不行 你是有男朋友的人 对 得跟他说清楚 你真会不会太过分了 不就是看个电影而已吗 又没什么 那是他刚回国 没什么朋友吧 我们家方医生在干什么呢 想我了没有啊 普罗旺斯战福利盘 算香 鸡尾虾 都是你来吃的 忘了你的小怪皮 我都要淋南瓜汤 对吧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贴心 惊喜 这是方医生专属 值班大礼包 护肝药 最重要的 蒸汽眼罩 睡眠喷雾 你很需要啊 维他命 维生素 你也很需要 蒋蒋 蒋蒋 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对我这么好 平时都是点你喜欢吃的菜 我给你送礼物 我是不是打做错了 我做错了你告诉我 你不用这样 怎么 你不喜欢啊 那女朋友对男朋友好一点不是天经地义吗 你不喜欢 那我对别人好去了 我喜欢 我非常喜欢 我就是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今天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好啊 那我问你 你发朋友圈为什么要屏蔽我 什么时候 我都看到了 什么孤单的小熊 还配文 生活很艰难 你干吗 你发给谁看 想哪个女生关心你 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蒋蒋 我当时就是路过咖啡厅看到一只小熊 一时觉得 有点凄凉而已 那你为什么要评逼我呢 而且 你有困难 我不是应该第一个知道吗 不是啊 蒋蒋 我 我只是为了不想让你难过 我怕你担心我 我不想让我的情绪影响到你 而且那天 是医院手术师的事 别说了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那你就多说几句嘛 蒋蒋 别说了 咱们就开开心心的不好吗 吃饭 我知道我蠢 我没用 你们那些 外科 什么手术 什么名词 我一个都不知道 我知道你就是不想跟我说话 因为你觉得跟我说话 就是对牛弹琴 是吧 蒋蒋 你怎么误会我的意思 我真的没有这个想法 我当时屏蔽你 只是为了不想让你掏心而已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但是我真的没有嫌弃你的意思 那你现在告诉我 你到底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不配知道你的困难 是吧 放冰凡 你以后任何事情都不用跟我说了 我也不想听 你的喜怒哀乐以后与我将目也无关 你开心就好 蒋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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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还没结账呢 蒋蒋 蒋蒋 小凯特哥 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是不是不舒服啊 没有 昨晚没睡好吧可能 有点累 那要不我们改天再看吧 没事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那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随时工作吧 走吧 等一下 跟我妈汇报一下 妈 我陪小凯去看电影了 就不陪你们逛街了 你们自己逛吧 再拍张照片吧 笑一下吧 好了 走吧 那 郭医生 今天没有别的手术了 你可以回去早点休息 知道了 谢谢 今儿不用加班了 你还不是跟女朋友约会啊 我都快没有女朋友了 怎么了 吵架了 嗯 嗯 嗯 准确地说 是我单方面惹她生气了 她就是想安慰我 但是我 她说得对 我就是在自怨自艾 你看 打了这么多电话都没接啊 先是不接电话 然后是微信拉黑 最后不告而别 人间蒸发 这个剧本我太熟悉了 好 好 小老板 我的剧本里可没有拉黑 只有你没有活过前三集 开个玩笑 她也只是拉黑你 并没有删除你 说明你还有希望吗 拉黑跟删除 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删除 是把你们的回忆 全部都清空 什么聊天记录啊 你拍的图片 视频都没了 而拉黑只是 暂时不聊天而已 有点道理 我的恋爱技巧 经验还是比你多那么一点点 我的姜牧眼 可能只是暂时不理我 你看起来是要孤独终老了 我孤独终老还不是因为你 我又做错什么了 我上次本来准备去跟苏维安做个了断 结果被你叫回来做手术 对不起啊 小老板 我那时候真的不知情 方明凡 我可以给你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我要见到苏维安 苏维安 我上哪儿找苏维安去啊 我又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苏维安现在就在国内 你女朋友三天两头 就会去和她见面 我不管你用苦肉计还是美男计 如果我见不到我想见的人 那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你想见的人 好 好 明白 我现在就去找姜牧尹和好 然后把苏维安带到你面前来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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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戏份组的工作做得不错 一会儿可以找老板要工资了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方明凡呢 上手术啊 别提他了 好几天都没联系了 爱是谁的 这吵架跟和好 只差一个台阶了 就看是谁先给出这个台阶 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台阶啊 他不能自己滚下来吗 滚那是可以 就看是怎么滚了 要是有台阶的话 顶多是个擦伤 这要是自由落体的话 那可就彻底完完喽 已经已经来重了 以为达 他童子 人生新新cit员 而姚椅 你还不用了 伟岸 师兄 您怎么来了 行 那今天的演出 我就靠你们了 你马上聊聊 哈师兄 你还记得我吗 江沐颖 伟岸 伟岸最好的朋友 跟伟岸有关的人 我全都记得住 嗯 师兄 你对这里很熟嘛 你经常来啊 这是我跟辉哥的秘密 我先去个洗手间 喝点熟吗 服务员 朋友圈家定位 方敏凡 这你都看不明白 我赶紧没有女朋友 好 苏维安 这么快就有新环了 枉我小老爸还痴心一片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渣女 啊 终于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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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问她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行 那我们都关注一下这个病人 您好 您拨她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附近有电话 您稍后 您拨她的电话很长 是吗 您拨她的电话 郑贤满网 她的电话 有十万円钟吧 师兄 你跟辉哥没有什么意义 搞得这么舍舍命运 接下来一对完美的组合 灵魂不熟将带着他的吉他王子 给我们带来爱之旋律 我 好搭档 让我们再现一次 华人乐队的辉煌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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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谁不是梦梦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命运明年的招 却依旧坠住这下青春 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 只被这种孤独灵魂 要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无心灿烂 你却在落寞之分 你的生命 对于爱你的人来说 真的很重要 坏了的东西 你也都能修好吗 可以啊 什么都能修好 那你能修好我吗 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 只被这温暖孤独灵魂 让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无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因为命运的家 却依旧驱逐着星辰 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 只被这温暖孤独灵魂 让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无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自己想要靠 from the police 在队爐 alties 优优独容 偏色 envy 今天医院不忙吗 顾医生还有空 来这种地方放松 你不也是一样吗 日理万机的杜总 原来还是文艺青年 弹吉他混姑娘这一套 玩得挺赚的 我受了维安 去学的 练了很久 才能跟她的古典合上 合不上就别合了 强扭得刮不停 好 小凯哥哥 就要这么亲人 怎么了 不行吗 我还以为这几天你在生我的气 我怕打扰你 结果你在和一个什么小凯哥哥打情骂俏 你跟他说什么 他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发小 我不叫哥哥叫什么呀 真的啊 不信算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发朋友圈还在定位 是怕我找不到你 哪有 我发了吗 我没注意啊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你就跟那个什么小凯哥哥跑了 好 你吃醋了 吃个男人都忍不了 小仙女就算了 还加个爱心 我配 有你呢 还哥哥哥哥哥 平时不见你叫我一声哥 哥哥哥 哥哥 林凡哥哥 唉 好了 好了 你还是叫我全名吧 江江 江江 我那天我反思了 我不该对你隐瞒 小老板叫我主导手术 我还是跨越不了心理障碍 我 我怕我搞砸了 唉呀 那天也是我不好 我说话太重了 对你太凶了 我是怕你嫌弃我没用 你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 我更害怕 我连当你亲亲者的资格都没有 唉 怎么可能 我害怕 我害怕我告诉你之后 你觉得我没用啊 和小老板的无所不能相比 我还是太渺小了 哪里有 哪里有 你已经比我强太多了 你虽然遇到了挫折和困难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啊 因为你有理想 你在我眼里 你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 真的啊 你连同一个人哪 你干吗 我男朋友就在那儿 你别乱来 真没劲你呀 这辅少了 你不想问我 应该是这儿 Tallシk便是否定了 你这儿 我准备 Somehow 你游逐游才会队 你自己去哪儿 我猜不想看我 就在那儿 打鼓的那个妹妹 这个妹妹我认识 从来没有男朋友 特别渴望谈恋爱 不知道 你是不是她的白马王子 妹妹挺正的呀 就没有哥撩不到的菜 真的吗 瞧着吧你 加油 走 肃维安 你自找的 妹妹 哥哥注意你好久了 你刚刚打鼓的样子呀 真好看 哥哥喜欢 别走嘛呀 喝多了吧 没喝多 来 公务员 来杯蜂蜜水 这感情好呀 你要喂我喝是吧 来来来 我们喝个浇杯酒嘛 你再这样我不客气了 小丫头 还跟我装清糕呢 是不是 来来来 喝 松手 挺有脾气是不是 我看看 谁啊 谁啊 你多管闲事 实在是对不起啊 大哥 好久没有练柔术了 看到你这样的活靶子 就实在是没忍住 虽然说吧 你浑身散发着臭味 人还长那么臭 但是打靶子呢 凑合用了 对不起啊 大哥 臭娘们 你哪冒出来的 姐姐 我告诉你啊 在我没生气之前 赶紧给我滚 否则今天 彻底把你摔成真渣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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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边 你 别动 怎么样 没事吧 噓 噓 去把老板叫来 我告诉你 我已经报警了 你老实点 什么回事 敢欺负我 累了 老板 麻烦你帮我调一下酒吧的监控吧 我想知道 有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细节 你放心吧 维安的事就是我的事 老板 哎 马上过来 行 等我一会儿忙完 我亲自陪你去行公室 好 也没受伤吧 那就好 顾云生 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 如果刚刚没有你在的话 我可能就受伤了 顾医生 你这位朋友 也不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婉头 我是顾云生的你 同事 只是同事 只是同事 有点奇奇怪怪的 但说不上哪里怪 这女的谁啊 你认识啊 华人医院的 精神心理科哈佛女博士 小老板的追求者 哈佛女博士 厉害吧 我想起来了 华人医院上次跟我说的就是她 既然大家友缘聚到一起 那要不要喝一杯 一起照顾朋友啊 对啊 怎么大家都还站在这儿啊 别喝别聊 走走走走 好 我就不去了 我还要演出 华人 今天的演出你就不用上了 好好地陪朋友喝喝酒 聊聊聊 放心 工资照节 别 今天所有的消费 我全包了 我去安排一下 有任何事随着找 苏维安 老板的叫你留下来了 你还要逃吗 我为什么要逃 既然不逃了 不如大家一起坐下来 聊一聊 玩一玩 我没时间 我忙的 苏小姐和顾医生之间 是有什么痛苦的过去吗 不然为什么会激发起苏小姐 这么强烈的心理防御机制呢 你想多了 没有什么过去 只是单纯不想聊 那既然没有什么的话 就大家过去坐一坐 等你半天了 苏维安 咱们还是去坐一会儿吧 咱们在酒吧聊天多没意思呀 我们来玩游戏吧 这些游戏都太复杂了 我们来玩个简单的吧 真心话大冒险 顾老师 真心话大冒险都过时了 让我们来一盘 紧张自己的狼人杀吧 这里音乐这么吵 你确定要玩狼人杀吗 对啊 江江 连说话都听不清了 各位 我们就玩真心话大冒险吧 这个游戏可以让我们更快地去熟悉彼此 我先来 顾医生 我选真心话 在座有你喜欢的异性吗 有 谁啊 你这算下个问题了啊 李医生 该你了 好 我来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 我的理想型就是顾医生这样的呀 人又长得帅 智商又高 情绪稳定 身体健康 到我了 我选真心话 我选真心话 对你爱的人说一句话 你会说什么 我会对他说 风景还在原地 陪我看风景的你去哪儿呢 顾医生 你真的是太浪漫了 你在我心里的分数 又多加了几分 风景反感你了 我来吧 选真心话吧 好 说出前一位玩家的 一个秘密 小老板秘密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说哪个 我喝酒 干了 好 你们怎么都没有人选大冒险呢 大冒险多好玩啊 我来选大冒险 找出手机里最近通话的第一个联系人 可能对他说我爱你 什么呀这是什么 我也喝酒了 你喝酒干什么 你手机第一个联系人是谁啊 快递 你 你 你知道的呀 我每天买那么多东西 我要是给他打电话过去说我爱你 那多奇怪啊 而且人家都知道我会计地址了 多不安全 那你怎么说啊 我帮你喝 有你喝的是我 快 该你了 你选真心话来两道行 选真心话吧 这个游戏好就好在 有些平时听不到的话 可以在现在听过 但是我想玩大冒险 对 违岸最想冒险嘛 和你正对面的人对视三十秒 肃月安 怎么 连和我对视的勇气都没有呢 好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肃月安 正是我 我来计时吧 准备 准备 开始 无聊 你觉得无聊吗 我觉得挺好的 至少让我有机会 可以好好问问你 你到底为什么不帮我平 各位 刚刚姜母友小姐 点了一首歌送给 最疯狂的你们 你们 让我们一起伸出手 摇起来 对 顾医生 成年人的感情最重要的 就是对自己负责 过去的东西她再美好 她都已经过去了 维安她现在已经走出来了 冰魂谷停留在原地 你这样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是我让她不开心的吗 是啊 维安她每天生活真的很累了 我求求你顾医生 你从她身边消失吧 别再给她那么大压力了 行吗 维安你没事吧 你跟 顾云震是不是有什么故事 和你们刚才 没有 在拉卡压的时候 她是医生 我是翻译 我们就是 单纯的工作伙伴关系 可能我走得太急了 没有跟她解释清楚 她有点误会吧 除此之外 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其实我很喜欢 在你面前的自己 摘下面具远力竞争 攀畅淋漓的快意生活 真好 维安 其实 你也可以这样 有声不痛快的 都可以说出来 但是比起汉畅淋漓的人生 我更想要的 是平平淡淡地长久生活 你啊 不用把自己逼得太紧 放松一点 做自己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为什么 我 也是 黑夜拨动时间 全消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聚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劫舍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就是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因为命令的城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着走迷途的人 只飞着温暖孤独灵魂 要么有望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黑夜过度时针 喧嚣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聚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劫舍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宾对命令的城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 只飞着温暖孤独灵魂 让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